夫人半张脸不满瘀青 肿到连眼睛都要睁不开 鼻青脸肿的惨况 竟然是因为在桃园桃林大快溪 铁路步道散步 摔了一大跤 很多老人带小孩的都会在这一段 跌倒后 夫人由家人带去就医 还好没有大碍 民进党桃园市议员黄雄慧 接获民众陈勤后 亲自回到事发现场勘察 发现这个步道暗藏危机 这个地方是翘起来 走在上面就非常的明显 到处都是翘起来的 你有没有觉得骑在上面 好像嘻嘻咔咔的 有一点 对啊 同学骑 男同学刚好骑车经过 骑在高低不移的步道上面 都会上下颠破 仔细看还能看到钉子突出来 如果今天是长者或是小孩经过 一个没走好摔倒了 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实地到现场待勘察 发现现场老旧的木栈板 多处翘起不平整 确实非常容易踢到就跌倒 局处局部更新 只是让新旧的衔接面更加的危险 呼吁市府局处来多编列的预算 来整修陶灵的陆狼 虽然陶原市养护工程处表示 陆狼平时都有专人巡检 一天八次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若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就怕很快又会出现下一个受害者 魔鬼藏在细节里 公共安全同样不容忽视 民事新闻周炳宇桃源报导